看看新闻榜 接着要来欢迎我们现场的50位女性观众 欢迎大家 欢迎你们 还有感谢在线的50位女性网友 谢谢你们的支持 今天现场有全新加盟的女嘉宾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叫徐菲菲 今年23岁 来自上海现在的职业室 露言主持人 那我的爱情现象就是 我不是会跆拳道暴力版的胡一菲 但是你会是我的那个曾小贤吗 好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男嘉宾 OK 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上海谭晨云 今年23岁 我现在是当了一名专业的健身教练 我的爱情宣言是 这里是一座山 这个是我和一个女孩子 我们在山上有很多东西 世外桃源一样 我可以像这样子 跟她一样的浪漫的共度一生 这一身形一看就是 专业的健身教练 那今天你的才艺展示是健身 我的才艺展示是 我想带一首音乐给大家 好 OK 谢谢 谢谢 是文贱你在哪里 或者是问问我自己 一开始我聪明 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 都忘掉了我自己 你也不必勉强在说爱我 反正我的灵魂已慢慢飘落 慢慢地拼凑 慢慢地拼凑 出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谢谢 16个赞 那不管你牵手是否成功 获得了我们送给你们的 一对免费晚餐 来 邀请 来 我们选择一下 你新一个女嘉宾 请来看她的号码 好 来 各位女嘉宾 说个对她的印象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觉得男嘉宾站在 洛欣老师和妮玲姐当中 挺有趣的 鞋子跟妮玲姐很搭 然后西装跟洛老师很搭 挺和谐的 谢谢你 男嘉宾 你好 你说话的那个口音 还有你那个欧式眼 我感觉就是有点混血的感觉 对 因为我在这里说一下 因为我爷爷是一名从俄罗斯来中国 教俄文的一名老师 他是俄罗斯人 对 所以我四分之一的俄罗斯混血 对 你真的是混血 很帅的 他没听懂这位 跟我学的不一样 因为你有一个弹蛇 你没有弹蛇 他发出来了 很好 学的很好 我听出来了 男嘉宾 你好 我突然看到你就想到一个词 就是金刚芭比 以前用来形容过无尊的 就是脸是属于那种梦幻型的 身材又是属于那种很阳光 很man的类型 的确你的形容非常恰到 谢谢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傅小姐 其实我觉得身材 就是最好的打扮了 然后我也是健身狂人的 是吗 所以我很羡慕你 因为你的工作就是健身的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通过VCR 来认识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Ken 谭晨宇 今年23岁 担任一名专业的私人教练 我的口音可能有点像海龟 是因为我在新加坡留学 我会的语言很多 比如说泰国话 Sawadika Samayki Ma 越南话 Soozhan NUN 广东话 美猴 美猴嘛 我现在的生活 6%被运动战绩 这可能跟我从小 是一名专业的运动员有关系 我在球场的位置上担任 Goal Keep 手没人移植 我未来的打算呢 是拥有一件自己的健身会所 因为运动可能会贯穿我整个人生 一直练到60岁吧 Ken自从加入我的球队以后呢 让我们的球队呢 进步很多 在上海里面要找到像他这样子 年轻又有爆发力 我们讲呢 其实很难得 他的缺点呢 也就是说 不会摆摸角的 可能会直接去得罪别人 个性比较直率 可是我认为呢 这种缺点 其实也就是他的优点 好 来继续翻开两张布克牌 谭承云 毕业于新加坡东亚管理学院 学的是酒店管理这个专业 现在呢 当健身教练 有车有房 不如有商铺 全家呢 已经投入了健康产业 他认为做青蛙不做牛蛙 随时切换双重性格 嗨 男嘉宾 我刚看到你VCR里面 是打那个拳击的 是自由搏击 因为我以前是新上海 泰拳新人王的第四名 哎呦 真的啊 我本来就一直很想 去学这种东西 因为你也知道 我长得很柔弱 所以我想现在 现场跟你学一下 你可以教我吗 没问题 我可以教你一些 但是我先说一下 现在搏击课 在世界上的健身房 是最贵的一种课 在今天百里挑一的舞台 我免费教授给这里 所有女嘉宾 好 免费上一番课 我脱一下衣服 脱一下衣服 您需要再增加一个男学生吗 没有 你想拿我当沙袋 因为我觉得女孩子学生没有震撼呢 对 来 下来几位 比较有汉子性格的 我 我们今天教的一个拳法很简单 就是大家跟着我做 我们先做一个实战步 我们的左腿在前面 右腿在后面 踮脚尖 这样子我们可以移动 别人出拳的时候 我可以左闪 哎呀 李星一看就是 对 老师还没教 你们俩就打上了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手不离塞 手不离勒 也就是手要一直保持 护着你的塞 手要一直护住你的内部 对 然后我数一 大家出左拳好吗 好 好 我现在是拿这个手把 就是我是一个模拟的敌人 你要打他 然后他来打我 好 这个是模拟的敌人 对 来 OK Jack Stream 打这里 对 打这里 对 他非常有学搏击的潜质 真的 我让陆老师给你打一下 陆老师 好 手刀给陆老师 我们这是场上的唯一的男选手 好 男选胜 好 漂亮 漂亮 进锅了 进锅 好 打他 走过去 游去 打 打 打 好 加油 漂亮 漂亮 真的没坏了 陆老师来来 说一下什么感觉 说一下什么感觉 乱说感觉 喘不过气的 真那么累吗 这叫做无量运动 我们看着好像没啥呀 因为说实话 我们搏击运动 为什么现在在全球 卖得那么好 也是那么贵 因为他的消耗的脂肪 要比那种跑步啊 什么的要大得多 而且他没有比跑步 更有趣 因为跑步 交叉机很无聊嘛 但是我这样子 带洛老师在上面打 打个十分钟 可能他都不觉得怎么样 但下来的时候 热量消耗的是 很大很大 对对 没错 你现在看看这个小谭 他自个都在这里流汗 对对对对 因为哪把也是受力嘛 玩家宾你好 我看那个很多比赛的旁边 就会有个教练帮那个 拳击手做按摩 他这个是让他放松肌肉吗 还是他已经受伤了 因为紧张的时候 他肌肉会很紧绷 他是为了让他能够放松 那这个按摩你会吗 我家里就是开按摩房的 说实话按摩的话 我是一直会的 你家里还开按摩房 一会做商铺的嘛 对因为我家里的商铺 现在给别人是做养生 包括我妈妈现在 在五星级的酒店 也是做SPA这一块的总监 我爸爸也是那个做养生的 所以你们家是一条线 你先把别人泪趴下来 然后到你爸妈那里 是吧 是吧 是这样一条线 也可以这样说吧 也可以这样说 男嘉宾 你好 我是想要请教一下你 就是说腹部和这个手臂的坠肉 有没有什么小技巧 可以练一下呀 去除掉的唯一方法 就是做有氧 比如说我们刚刚的打拳 比如说我们的跑步 在结合这些有氧运动之后 我们还要做一个运动 叫无氧运动 就是包括我们的一些 就是气切 哑铃 结合两种训练的话 身材会非常棒 男嘉宾你好 这边来 前面看到你在脖子里面 是展现了动的一面吗 然后你这边提板里有说 随时切换双重性格 是一动一进这个样子吗 说到我的双重性格 我会在地铁的栏杠上 做引体向上 就跟那个吊环一样 对对对 我拉那根杠子 做引体向上 我先做了进前和做进后 然后整个 什么叫进前 什么叫进后 进前就是他刺激我们的背扩肌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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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你光这么说不行 我们现在给你做一个测验性吧 可以 你说你这个现在胳膊胸都那么健壮的话 我们找俩人坠一坠总还行吧 看看他这个能不能吊得住这俩人 好 左手一个右手一个行吗 哎呦你看都踊跃 来来来 这个我怎么觉得洛老师你也行呢 对对对 我就发了一秒钟 这样子 这样子吧 我想让洛老师坐在我身上 我做俯卧称的歌 我真的跟你说 我有160斤左右呢 没事 80多公斤 没事 我的最大的握推是135公斤 我的135公斤是270 270了 来 来 好了 四个 好 可以了 五个了 天哪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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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希望能够在百里的舞台上给大家留好深刻的印象 嗯 这是男人最美的衣服 对吧 看 李星 嘿嘿 好 来 我们第一轮投票 看看有没有愿意继续支持男嘉宾 如果有 请留牌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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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好多人不喜欢你这个型的 有人就喜欢像我这样牛蛙型的 上次谁说的就喜欢有肚子 谁说的我汪汪 当然还有很多女孩子继续支持你 所以我们翻开婚脸上不过海 他还能参加过三次恋爱 他认为我找不回的初恋了 曾经为了爱 闯过越南 他现在喜欢这个女生呢 喜欢温柔如水 有学问 还得忘夫的女生 这忘不忘夫 你看得出来啊 因为一个人她性格好 会给男孩子带来快乐 带来更大的财富 带来更大的财富 对 如果一个女孩子性格不好 一天从早给你炒到晚 会给男人带来不好的运气 因为她没法 不说忘不忘夫 她已经没法好好工作了 所以说你说这个忘夫 跟我们一般讲的什么 有忘夫相还不一样 她着重指的是女孩子性格 对 好 来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那你能给我们讲一下 你为爱闯越南这个故事吗 去越南干什么了 这件故事要追溯到去年 我在上海偶遇了 一位越南籍女子 她说要不要你来越南玩一次 我们这里很漂亮 我二话没说 第二天我就买了 飞往越南现港的机票 我在和这个女孩子交往的过程中 慢慢地发现她脾气中的一些 越南女孩子的暴躁 包括会对我指手画脚 让我去做这些做那些 违背了我自己很多东西 中途我又回上海一次 我到机场的时候 她打了个电话给我 她说你回去好好改吧 你下次再来 然后我回来就 回去好好改 我回来做教练 做了几个月之后 我给了她第二次机会 她反而变本加厉 有时候会攻打我 我弄得自己就是 已经就是想这个 非常凄凉 包括有一个次 我骑摩托车把腿摔坏了 她没有安慰我 反而是 又是要对我一顿 拳打脚踢这样 好 打你摔断的腿 不过你得我怕她 这小伙子有一点好 你看不管女人怎么去打她 她不会 以她的身材 打着女人很容易 不打 因为我说实话 作为一个男人 最起码要先包容女人 不是 那我后面她为什么 要穿高跟鞋 踢你受伤的腿啊 因为她 我骑的那台车是她的 那是她的踹你 就是说你把腿摔断了 然后车也摔坏了 把她车撞坏了 车撞坏了 她没有想到你的腿怎么样 说谁让你开我的车 踢你的腿 是这意思吗 很像 她说 我爸妈送我的生日礼物 你把它撞坏了 我踢你 你们两个奇葩碰一块了 真是般配哦 然后我回到了上海 她有来上海找过我 又是闹得不开心 而且她是到我妈妈的面前 然后我妈妈也拉住我 她说这种女孩子不能要 你让她走 她到你妈妈的面前 都敢这样子骂你 所以这也是有了 你第四张牌的一个原因 希望性格能好一些 对对对对 因为我之前这段恋情 你们俩还真有意思 你让她在越南好好改 她让你回上海好好改 你们都没改好 越改越厉害 来 能嘉宾你这边提到了 找不回的初恋 我是想问问 就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我初恋是一个泰国女孩子 那时候我还没有去新加坡读书 我那时候在上海 然后有个泰国女孩子 就比较喜欢我这种 然后那天晚上我骑我的摩托车 送她回家 你要骑谁的摩托车 先搞听手 骑谁的摩托车 这才是我自己的 是你自个的 然后第二天就是叫我找她去玩 然后我有带她去吃麻辣烫之类的 因为她很喜欢吃麻辣烫 我用口符合他们泰国人的口味 然后她知道我要离开的时候 她有在一张纸上面写一首我最喜欢的泰国歌 然后当天她哭了 舍不得吗 对舍不得 就把眼泪溅在了这张纸上 这张纸是 这怎么哭能够把眼泪溅在这纸上去 就把眼泪溅在那张纸上 我然后把这张这首歌带到新加坡去练 我们地狱风格两地 她说我们分手 但是我知道她是没有 她是骗我 她是不想让我去 在新加坡再担心再累 多好 她是让我放下她 包括我回上海的时候 我也有去她以前住所 我去找过她 这就是找不会的初恋 那你为什么不去泰国找呢 我有想过 但是就在我去打算的时候 我在新加坡碰到了一个 那个女孩子又来了 终于合理了 终于合理了 就是因为那个新加坡女孩子 对泰国也是非常有情怀 而且她对我非常好 当我最困难的时候 她有十块她可以给我用九块 这是最感动我的事 对 怎么会分开呢 就是因为我回到上海的时候 做教练非常忙 那时候我在天天上课 会上很久 没有什么空 这个例子 可能说去care她 一般说起来 不开心 在两地就很难 两国就更难 新加坡那时候最贵的鸡饭 是在那个马里斯塔路的温冬季 那时候我就是 别说吃温冬季了 就是那时候吃一般的都 我觉得非常好 她那天晚上 就当晚拿到工资 就会陪我去吃 她就会可以全部的奉献给我 我觉得很感动 哎呀 小谭你要这么讲的话 估计给现场很多姑娘 都有压力了 当然现在我学成有归 现在我可以给女人十一块 我自己倒贴一块 但是你别说她说这三段恋爱 不管是说的 背的和洗的 脸上还都带着阳光 这是她最大的特点 好了咱们来为男嘉宾投票了 有共同语言 请为她留牌 那不喜欢的请翻牌 3 2 1 好 这留下的应该都是 对运动有兴趣的 好了 来 你想了解哪位女嘉宾 我想问一下刘景玉小姐 你认为说对前男友做过 最感动的事情是什么 这个你问对人了 我 I'm right 我上期就说过 我是浪漫小公主吗 就是 你有没有她那个浪漫 那是新马太绕着 绕着浪漫 但我不是新马太 我是校园 就是那个小树林绕一周 然后在树林口呢 我准备了一个礼物 让我寝室同学看着 然后那个 我前男友拿到礼物之后 他上面有个小纸条 会写下一个礼物在哪 下一个礼物 然后就放在别的地方 然后也有故事情节 比如说这个连起来是一句话 然后等到最后一个礼物的时候 就是我了 就是树林里找了一圈 纸条连纸条 纸条连纸条 就看见你站在玫瑰花里头 对啊对啊 然后他手上还抱着一盆仙人掌 直接就过来抱我 然后那个仙人掌刺还扎着我了 你没事吧 那个仙人掌是我送的 扎着我也乐意 你没有受伤吗 扎到你 没有啊 哦 幸福的一扎 这也真是你们这年龄段干的 如果到了洛老师 跟我这年龄段 等洛老师找着我 都是一句话 你有病吧 哈哈 太可爱了 对他这个情绪 嗯好 接下来请提出 你在择偶数不能接受的一些条件 一天喝少于五杯水的请关牌 喝水很重要 这对健康也很重要 有人还真不到五杯 好 来下一个要求 一个月不锻炼一次的请关牌 也就剩一张牌了 那位你要选吗 有请 呃 男嘉宾你好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的 我叫邱嘉妮 来自上海 现在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做艺人统筹 那我前面没怎么说话嘛 但是一直在观察你 你还算是蛮成熟的 而且之前你说你 跑到越南去追求你的女朋友 对的 对 我也是那种 对爱情很执着的人 所以我感觉两个认真的人在一起 可能会擦出一点火花吧 邱嘉妮小姐 首先我想说 你是一个唱困曲的艺术女孩子 是的 我很欣赏这种 有艺术气息的女孩子 呃 因为我觉得 我的人生有时候就像一部电视剧 在来回的放映着 但是我还是比较相信演员的 我个人来说 呃 给不了你太多 好 好 拒绝 明白 谢谢嘉妮 请回 言下之意就是 你还是要选择刚才那边吗 我刚刚说过我是个练健身的人 我是一个很执着的人 可是她没有给你留牌哦 她翻牌咯 哦 我知道 我没事 我相信我自己 我相信执着的东西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对 好 有请 2号 王兴慧 首先王小姐 你好 你来这边 你好 我有看过你一期节目 你是比较执着 比较敢说话的人 而且我比较喜欢你的牙齿 你的虎牙非常的 他在说话的时候非常的可爱 性感 我想说的是就是 我就是看 从看到你的第一眼 就我认为自己 你是 在生命中跟我就是 比较相似的人 我想 你给我一次机会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男嘉宾 有可能不是很了解我 我是一个从来不健身 从来不爱运动的女生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俩 基本上跟运动有关的任何事情 我都这样不上边 我800米都跑不及格的这个样子 你说你不喜欢运动没事 因为我相信 我想用我感染力会感染你 我今天带了一份礼物给你 就这副手套 这副手套是我在新加坡打工的时候买的 是我最喜欢的一副手套 也是我最贵的一副手套 我现在把它送给你 因为我希望每当看到它的时候 都可以激励你对运动的一种刺激 我想总有一天我会看到你在健身房里 我不相信今年你不会运动 明年不会运动 但我不相信你一辈子不会运动 我觉得男嘉宾这个礼物 我有可能真的是用不到 你可以把它留给真正就是你想给的人 真正值得拥有它的人 想要拥有它的人好吗 也算是一种拒绝的方式对吗 好的 没关系 那不为难啊 好的 谢谢王先生 来 我特别得跟小谭说一句话 当你喜欢一个女生的时候 你最好是能够顺应她的需要 或者她的兴趣 来给她提供你所能提供的 而不是逼迫她一定要像你一样 可能我太执着了 你一定记住 两个人之所以能够在一起生活 或者在一起恋爱 并不是说你要改变她 或者她要改变你 而是真的给彼此足够的尊重 来 谢谢 对我来自我一年 为我们带来这一段快乐 王昆讲的你的个人感情的故事 来 谢谢 来 感谢